各位網友,今次想和大家講一個外交官自盡的故事。 在1903年8月13日,中國駐美公事館陸軍務官譚錦容 奉命去到三藩市處理外交事務。 他辦完公務後,就在一座大橋上和一名美國警察俠路相逢。 這個警察辱罵譚錦容是豬。 譚錦容就跟他理論,但就被警察一拳打在臉上。 本身是武官的譚錦容,憤而反抗。 這個美國警察又找來另一個巡警幫忙。 譚錦容雙拳難敵四手,結果就跌在地。 這個美國警察又把譚錦容條邊綁在橋邊的欄山上, 再加羞辱他。 譚錦容之後被綁到警察局,堂堂一個外交史臣, 被獨打一輪,還要被關押整整一個晚上。 要當地的華僑商人疏通之後才被釋放。 感到無被屈辱的譚錦容,走到受襲的橋邊, 翹翹自盡,想保留最後一點的尊嚴。 這件事,當時引起很大的迴響。 據報在國內的梁啟超,也心痛地說, 堂堂中國,受此屈辱,天理何容。 相信講到這裡,大家會明白, 什麼叫做弱國無外交,隨時被欺凌,有冤無露素。 對比起百多年前這位外交官的慘案, 日前中國外交天團楊潔篪、王毅等, 在中美高層戰略對話,不抗不卑地回隊美國代表,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當然是太快人心,讓國人吐一口呼氣。 當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再發言之後, 肆意記者離開,但就不讓楊潔篪和王毅有回應的機會。 中方提出質疑,但在場的工作人員還是想強行叫中國記者離開。 楊潔篪就大聲喝止, 你們出發點是要說明美國是從一個強而有力的角度來說話, 為何要害怕記者在場呢? 沒必要害怕記者在場。 美國的霸凌行為真是令人氣憤。 美國這次對談好謂自取其辱, 不過,這個世界霸權大佬,從來都不會放過我們國家。 繼之前以港區國安法, 或者香港所謂民主運動受打壓這些藉口, 向中央和特區官員實施制裁。 在這次中美會談之後不足兩三天, 又聯同五眼聯盟和歐盟借著新疆議題, 再提出制裁中國或者在旁邊說三道四。 在此之前,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出訪日本和南韓, 也將中國擺上台。 日本首相菅義偉見過老美之後, 就走出來說, 說未來或者出現安全威脅, 可能會向自衛隊賦予新任務地說。 其實這種打開口牌或者口水箭, 目的不外乎, 告訴我們國家, 美國重返亞洲, 帶著一種馬仔來圍堵中國, 企圖施壓。 白國聯軍後, 瓜分中國, 在1901年, 要中國簽訂賠償各國4.5億兩百元的辛丑條約。 經過兩個甲子之後的這個辛丑年, 這一部分曾經欺負過我國黎民百姓的國家, 又想從事顧己。 香港仍然有部分人盲目地支持所謂國際戰線, 但大家很應該放眼看清楚這個世界究竟, 發生什麼事, 要認識歷史。 中國和平崛起, 竟然被視為威脅西方國家的霸主地位。 這些圍堵中國的國家, 沒有處理好國內疫情和內在政治經濟問題, 就轉移視線, 甚至射獲給中國。 但今天的中國, 已經不是120年前那個職若難反, 輕易被你抓住鞭子隨便踐踏的中國。 在1980年代, 白費待興一窮二白的中國, 順者不會放棄香港這一片屬於祖國的土地和人民。 在中英會談中, 挺起隻糧要收回香港。 今天我們的外交官, 正好告訴世界列強知道, 傾是可以, 打就奉陪, 欺網上。